1958年5月1日,中央电视台的前身,北京电视台成立。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,经过四个月的试验播出,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黑白电视节目。 建台初期参加节目组织工作的只有四五十人。 1973年5月1日,开始播出彩色电视节目。 1978年5月1日,正式改名为中央电视台。 中央电视台办有三套彩色电视节目,并通过卫星和微波线路,与全国各省市电视台联通。 再经过各转播台、插转台,形成了全国电视覆盖网。 1980年4月1日,中央电视台开始通过国际通讯卫星,收录英国和美国传送的国际新闻,丰富了国际新闻的内容。 1984年,中央电视台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A区的新闻交换,同时收录B区的新闻。 中央电视台已经同80多个国家的120个电视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,并同其中36个国家正式签订了合作协定。 到1985年底,中央电视台已经有职工1600多人。 中央电视台的办公条件和机房设备也在逐步改善。 中央电视台环境